记者从省卫健委了解到,4月17日晚,我省原户医疗队接管的上海宝山区方舱医院E区F区正式开舱,截至18日8时,已收治新冠病毒感染者615名,目前各项医疗照护工作平稳有序开展。 今天,6台移动核酸检测大巴车在省府新区正式下线,助力抗疫一线核酸检测。 车辆满足生物安全实验室标准条件,可实现在不同纬度湿度要求下稳定运行。 本台报道